CARD GALLA CARD GALLA So Happy! 有我昆凳, 和Caddy Jackie Hello! Hello, 我昆凳 你好, 成眠沒有見你了 看到你真的So Happy 哈哈哈哈 你怎麼這麼解釋 真是很少見到她穿西裝外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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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襯你嘛 你今天那麼Lady 多謝 真的整年沒見了 上一首歌真的是一年前 搞甚麼呢 因為拍完去年的《終生幸福》之後 就忙舞台劇 《誰來愛我》一個舞台劇 因為那個舞台劇我要做一個社工 其中一場是有30分鐘以上 在一個台上要 即是不走的 不走的 是30分鐘去到台上 很大件事 而且作為一個社工 是真的很多東西要說的 還要不錯的 所以剛剛8月完成了 可以開始我這個新歌的宣傳 就是之前大半年準備了舞台劇 因為太多東西要記了 還有參加一些不同的歌唱比賽 所以都是一直在不同的工作進行 歌曲現在就完成其他工作 就可以全力進行了 Yeah 一年之後有這首《第七感》 一首很不Kelly Jackie的歌 哈哈哈哈 但是很陳曉奇 哈哈哈哈 你怎樣呢 你本人應該是這樣 但之前製作出來的歌就是另一件事 我想Kelly Jackie是大家 可能因為他若我去迪士尼 會覺得Kelly Jackie會很斯文 唱一些很夢幻 很甜蜜 對 那些很有童景的歌 也是 但是陳曉奇其實還有很多面 而且這首歌因為是一套電影《愛打卡》 這套電影的主題曲 所以這套電影是有一些懸疑的成分 所以某程度 這首歌的感覺就會有些型格 還有一些跟蹤的感覺 很神秘的 就是這樣 就這樣聽我會不太認得這個是Kelly Jackie 是嗎 接著就是這個曲色更加不會認得是你 所以聽的時候 咦? 是第二個人來的 哈哈哈哈 進化 進化了 即破了另一面的 KJ2.0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有像2.0嗎? 這個版本不止 因為這首歌其實都經歷了很多版本的改變 無論是melody上面 跟著歌詞上面 都有很多版本 還有因為今次 你會不會記亂了自己? 還好 因為自己寫的歌詞都可以改變 改變還是自己的東西 還有因為今次的團隊 他是重新一起合作的班底 譬如作曲填製自己 也跟一個新的 未合作過的音樂人 叫Mark Wong 他就是編曲人 和我一起監製這首歌 也是自己第一次有份參與監製這個工作 也是一個挺好玩的經驗 加上電影是一個外國的導演 外國人導演 叫Joe 所以他對音樂的要求 也有他自己的風格 也要配合整件事 所以挺開心的一環 我們不停在電影上要不斷溝通 即是有一部電影 然後找來做一首歌 所以真的要配合這部電影去發生 對 幸好我也在這部電影中 嚇穿了一個很小的角色 也看過這部電影很多次 由他最初的Rough Cut 我們已經要有個網 去圍一部電影去寫一首歌 到他真的剪好整部電影 然後再編曲 要一個怎樣的編曲 這部電影很開心 雖然是很漫長的製作過程 但是一個學到很多東西 和很開心的團隊合作 那部電影是外打卡 就是小伯伯電音作為主演 其實這部電影是怎樣的 這部電影是眾籌的電影 是由一部很小的短片 一直發展到成為大銀幕上的電影 因為是外國導演 也拿去參加不同的展 參展也拿到一些獎項 所以也是一套 紀錄到現在時下的文化 這部電影叫做愛打卡 是因為大家現在用電話 好像告訴大家 我在哪裏查看 我在哪裏吃飯 我寫的時候 填歌詞的時候 我便覺得 現在 人們經常說緣分是天注定的 哎呀 撞到你真是巧 但基於現在這個打卡文化 我撞到一個人 其實是否真的剛巧 還是有些人刻意去撞你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時代 挺有趣的文化一技 加上電影入面 其實是男生跟蹤女生 我們叫Stalk Love Stalk 就是喜歡在網上找他的資料 看他去哪裏 在我自己的歌 第七感入面 我便以女生角度 跟蹤一個男生的心態 或者會做的事 我便會寫下 其實第七感是甚麼呢 第七感其實是解時間感 我們五感大家知道 眼以鼻視生意大家知道 第六感大家可能都知道 第七感的時間感 例如我問 昆頓現在大約多少點 可能你會因應聲音 他可能大約多少點 這是每一個人的時間感 而我所說的氛圍就是 同樣地的時間感 愛情也是需要時間感 但到這個時刻 有打卡文化 那個時間感還是否最重要 或者所謂的時間感 又是否真的大家想得這麼簡單 嗯 即是現在可以自製時間感 是的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更加愛情是人為的成分會高 我覺得不只是緣分到就等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這次要配合電影去做一首歌 當然因為電影的關係 要在曲風上有相應的配合 一首那麼不關心 我依然也是想這樣說的 其實你有沒有寫過這類曲風的東西 之前的 都有一隻叫secret angel 那隻也不是的 那隻也不是的 那隻也不是那些 但還是有另外一面 那是kj1.5 這個kj2.0 這個風格 其實我有很多demo 其實挺像這樣 但是很少有機會 又配合到去做 因為始終一直 你知道歌手的風格 有時候是抒情歌 或者你是這類 標籤了 就希望 別人也希望 或者聽眾也希望 聽回這類型的歌 又或者可能做歌的機會不多 當然要做一些穩固的東西 又或者 那樣東西是大家 最容易有共鳴的 要不要再說 但是剛好這次 真的可以在電影上 即是電影 有天馬行空 任何的東西都可以加進去 剛好可以 撤合到 將我這個 很想寫的東西 可以加進去 你的粉絲聽完 有什麼反應給你呢 基於他們看完 這個舞台劇 我是做張姑娘 是一個社工 是姑娘你好 你好 坤頓先生 然後轉過頭 突然派出這樣的 這麼帥氣的歌 然後我的MV 其實都很突破一下 他們就 哇 尤其是同劇演員 這個從來沒有見過 私下都沒有認識過這樣的KJ 完全不是KJ 所以 我覺得都幾開心 大家 反應都幾好 我覺得他們都幾喜歡 這種風格的歌 尤其是 很多人說 你唱多一點 這些歌 真的屬於轉型 是 其實你可以承認一些 Fashionable 一些 就是 你是有這件事 在裡面的 原來從來沒有想過 KJ是有這件事的 原來陳曉琦有的 那我現在才知道 我覺得有時候 歌手就是 尤其是做錯不做歌手 就是可以 跳出多些不同的框框 這個我都會在未來 保持多些不同的風格 大家 慢慢試多一些東西出來 看看遇到什麼 原來適合自己 或者自己一直有 但不知道 我一直都不會 局限自己 一定要寫K歌 或者要寫什麼 我反而是 我很喜歡 用 捉住一種情感 或者捉住 時代發生的一些事情 去放在自己的歌裡面 例如之前周圍很多朋友 求婚 雙春兼用月 我就寫中生幸福 再之前大家 開始不喜歡說電話 喜歡用WhatsApp 我就寫留言信箱 我會一直 隨著時間 或者我身邊經歷的事情 去寫一些我想說的話 挺好的 其實可以有一個渠道 就是讓自己 用自己最厲害的方式 用自己的語言 去把想說的話 寫出來 這個非常好 因為創作歌手 最好就是這樣 謝謝 我覺得那樣是很幸福的 有時候有些歌 可能會有一個 好像循環 可能這個時刻 是這個歲數聽到 但當一些小的成長 到他們經歷相同的事情 聽他們又很喜歡 真的有些新的樂迷 他們有些小粉絲 他們真的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首歌 沒聽過 然後他們會 他真的花時間打一篇很長的文 去說 很感謝你 你令我釋放了自己的感覺 令我放下了一些情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長遠的幸福感 作為一個唱作歌手 即是放了一個產品出來 好像種粒種子 我常常都說 種粒種子 不知道殺到哪裏 但萬一下雨又發了 希望幫到大家 音樂都是令人過得開心 有種治療 令大家可以 好氣餒 聽完之後 再來 有一點力量 雖然第七感 其實那種力量 是另類的力量 但也有那個力量 聽多幾次 你便知道是甚麼力量 現在沒有不要緊 會靠你 我會靠你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會靠你 謝謝你